根据调查 每100个人当中就有3个人患有强迫症 强迫症的表现种了有很多 其中有些甚至会让你感到匪夷所思 就比如眼前这位大叔 他患有严重的骂人强迫症 他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不分场合的讲脏话 而且越紧张 骂人越难听 为了不出去得罪人 大叔变在家里养起了鹦鹉 可万万没想到 他养的鹦鹉只学会了骂人 最后一只都没有卖掉 而接下来这位小哥就更奇葩了 他走路绝对不能踩到街缝 为此他会随身携带一个背包 专门应对那些无法跨越的鸿沟 除此以外 他还有严重的对称强迫症 推眼镜和看手表都必须左右对称 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OTTO 因为这个毛病 小伙子到30岁也没有交到女朋友 相较于前两位 这个金发妹就要正常多了 他每天只需要洗手999次 因为他患有严重的洁癖强迫症 他在一家实验室工作 由于长期跟微生物打交道 他感觉生活里到处都是细菌 所以别人碰过的东西他绝对不会碰 掉在机上的卫生纸也坚决不用 就连开门也都是用脚 如果一旦不小心摸到的脸 亦或是别人碰到了他的头发 金发妹恨不得当场洗澡 为此他的包包里装满了清洁用品 总之碰到哪里洗哪里 他不允许他的身上有任何细菌 经过计算 1号大叔每天会皱骂1368次 一年就是骂499302次 那么自发病以来 大叔一共骂了24466608次 如果洗手需要600毫升的水 那么金发妹光一年 就会用掉219灯水和175块相招 这么精确的数据 都是这个胡志南算出来的 他患有严重的计算强迫症 他对生活里的数字十分的敏感 爬楼梯时会忍不住数台阶 开车的时候会忍不住数车辆 但他最糟糕的是还有囤积强迫症 家里的院子里被他堆满了杂物 引入这个毛病 妻子这闹罩要跟他分居 为了解决各自的问题 大家不约儿童到来到家心理诊所 希望医生可以帮助他们改造这个坏习惯 可这时前台却跑来告诉他们 医生的飞机竟然晚点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 大家疯疯坐不住了 围多一旁的女孩莉莉 表现得十分淡定 却没向她的强迫症更加的奇葩 先解释 这个不是口吃 女孩患有非常奇葩的重复强迫症 她会不是要控制的 重复同一个单词或是一句话 为此她甚至把名字改成了莉莉 因为这样念起来更方便 而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莉莉作为健身教练 却深受学员们的喜欢 因为在她的课上 运动量是别人的两倍 在别人那里两个月才能瘦下来 在她这里一个月就够了 但是经常也有意外发生 很多学员不堪重负被送往了医院 而接下来作为大妈的强迫症 或许很多人都有 那就是检查强迫症 每次出门前都必须把所有盖子盖好 明明带了钥匙 可还是忍不住饭包检查 还没走多远 又担心家里灯没关 于是赶紧跑回去检查 好不容易上了公交车 听到路人说窗户没关是了贼 大妈越想越担心 可如果不回去检查 那么一整天都会心神不宁 就这样 大妈一整天都在出门和回家的路上 这几个奇葩 今天都是来找心理医生老金治疗强迫症的 然而奇怪的是 他们预约的时间都是下午四点半 为了等医生 他们坐在一起开始讨论病情 大叔提议为何不尝试一下群体疗法 由他先开始 他要坚持三分钟不骂人 可还没到十秒钟 他就坚持不住了 大家都以为这样不行 可胡志南却发现 他的脏话越来越委婉了 甚至最后说了一个鱼的名字 第二个轮到了检查大妈 他需要在三分钟内 不检查钥匙和制空器 挑战一开始 大家纷纷上来询问他 钥匙有没有带 燃气有没有关 灯有没有锡 没想到大妈受不了刺激 竟直接抽了过去 直到大家拿出钥匙 大妈这才缓了过来 下一个轮到了洁癖症金发妹 他们有了一个丧心病狂的想法 他们将金发妹带进了公共厕所 这是一个被一千个人坐过的马桶 如果金发妹敢摸一下 那么多年的洁癖或许就能治好 但这样的挑战明显难度有点大 马桶盖上的细菌可能多到你无法想象 见金发妹想要退缩 胡子哥一把抓住他的手 然后按在洗脸盆上反复摩擦 黏糊糊的触感瞬间让金发妹陷入癫狂 因为这个上面可能有上百种不同的细菌 他们让金发妹坚持三分钟不要洗手 没想到金发妹彻底失控了 下一秒他就打开了水龙头 本次挑战宣告失败 接下来到了重复症患的莉莉 他每次说话都会重复 大家刻意引导他只做一次 但是莉莉根本改不过来 到最后直接崩溃了 很遗憾 重复真莉莉也宣告失败 下一个到了绝对不踩街缝的小哥 大家都希望他能成功 可没想小哥为了不踩到街缝 愣是练就了医生的本领 眼看这样不行 于是大家蒙上了他的眼睛 并努力引导他往街缝上走去 可刚揭开眼罩 小哥立马跳到了胡子哥怀力 眼看挑战失败 大家把最后的希望放到了胡子哥身上 他有非常严重的计算强迫症 于是所有人排队给他出数学难题 但胡子哥总能对答如流 最后大家彻底绝望了 这种山寨疗法根本不行 胡子哥气急败坏准备离开 没想到脏话大叔站了起来 询问在过去的一个小时内 检查大妈一共画了多少个十字 这下胡子哥终于傻眼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注意这些细节 不仅如此 在刚刚抢救大妈时 金发妹摸了大妈却没有去洗手 对称哥也无意间踩到了街缝 原来他们在处理紧急情况时 都会暂时忘记他们的强迫症 众人听完后恍然大悟 他们似乎找到了根治强迫症的有效办法 出来后的他们直接拉了一个群 决定每隔一段时间聚在一起治疗一次 当所有人离开后 大叔却悄悄返回了诊所 原来他就是那个心理医生 几个月后 胡子哥终于扔掉了所有囤积的物品 大妈出门也不再翻包找钥匙 金发妹的结痞正义也缓衡了很多 莉莉改行做了瑜伽老师 说话也很少再重复 他更是和对诚哥成为了情侣 现在他走路也从来不看接缝 所有人都开始往好的方向发展 却唯独除了脏话老金 而今天 诊所里又来了五个强迫症患者 新一轮的治疗即将开始